第二千九百九十一张神之领域,面对炼神似镜,柳无邪没有退缩,手中裁决剑凌空斩下,枪,魔滚被裁决剑先飞出去,狠狠地插进山峰之中,一个蹦射,魔滚再次袭来,气势不减,滚滚魔气汇聚成魔神,遮天蔽日,柳无邪凝神被战,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玉神器,化为一条长龙,盘踞在柳无邪头顶上方,通过玉神器, 可以凝练出来天地法相,柳无邪拥有真龙之躯,凝练出来天龙道也正常,巨大的魔爪,朝长龙抓过去,轰隆隆,天地开始炸裂,大片的山峰坍塌,无数空间碎片,从苍穹坠落,仅仅一个照面,就摧毁了方圆几万里,无情斩,柳无邪一声力喝,才觉见怒劈而下,速战速决,不想跟魔滚纠缠下去, 灵力的剑气,撕开天地阻力,形成一道五匹剑钢,将空间割裂,浩强的剑翼,魔滚按道一声,身体一个道卷,朝远处避开,不愿意与柳无邪对抗, 哪里走,柳无邪一声力喝,身体长驱直入,拦住了魔滚的去路,硬生生将他逼了回来, 小子,你欺人太甚,魔滚无比恼怒,他堂堂恋神四镜出奇,竟然奈何不了小小的恋神二镜, 真是呱躁,柳无邪面露嘲讽之色,一股洪荒之气,从裁绝剑深处涌出,第二原神祭出, 融入裁绝剑之中,让无情斩威力暴增,小子,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 魔滚祸出去了,近日不杀柳无邪,自己很难全身而退,只见魔滚瞬间暴涨, 黑色长棍化为一条黑色游龙,朝柳无邪揽腰卷来,魔滚攻击刁钻诡异, 让人防不生防,妖宠小继尔,柳无邪发出嗤之以鼻的声音,裁绝剑轰然砸下, 神之领域,柳无邪借助裁绝剑,演绎出来神之领域,将周围天地全部封锁, 你小小练神二重,怎么可能演绎出来神之领域,你到底是谁? 魔滚有些慌了,纵然是他,都无法领悟出来神之领域,柳无邪也说不清楚, 自从搞清楚封神之力后,战斗的时候,他尝试沟通天神碑,从中抽取一部分封神之力, 调动天神碑,容易遭到反噬,但抽取封神之力,却没有任何影响, 靠着封神之力,柳无邪利用裁绝剑,施展出神之领域,让魔滚陷入其中, 杀,柳无邪杀星大起,压制住魔滚后,裁绝剑以雷霆之势,轰然斩下, 无药,魔滚发出一声惊叫,迅速化为黑衣老者模样,朝远处逃去, 他的速度快,柳无邪的剑气更快,弄插,魔滚躲避不及,又必被柳无邪一剑斩断, 魔血染红了天空,柳无邪得是不饶人,瞬间祭出打神鞭, 啪,趁着魔滚受伤的功夫,打神鞭狠狠甩在他的后背上, 呜呜呜,魔滚痛得呜呜呜大叫,打神鞭主要是鞭打元神, 他身体受伤,元神脆弱,面对打神鞭,毫无还手之力, 一鞭子下去,魔滚身体战斗不已,鲜血从他口中喷出, 小子,我跟你拼了,魔滚突然朝柳无邪冲过来, 这是要同归于尽,宁可死,也不能遭受柳无邪的羞辱, 当年金氏皇主可是虚神镜,自己被他镇压,倒也无可厚非, 冥完不灵,柳无邪站在原地,再次举起裁决剑, 这次释放出的剑气,要比刚才更为强烈, 神秘辅应,助我一臂之力,始祖术陡然移动, 神秘辅应涌出,化为一道强光,融入裁决剑中, 得到神秘辅应的加持,裁决剑释放出妖艺的光泽, 宛如一道晴天剑纲,锁定魔滚的身躯, 不好,魔滚顿感不妙,刚才那一剑,就险些将它斩杀, 这一剑,要比刚才还要恐怖几分, 该结束了,淡淡的封神之力,融入裁决剑, 又是神之领域,压制住了魔滚的攻击,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愿意归顺于你, 魔滚连忙求饶,当年能归顺金氏皇主, 现在一样能归顺柳无邪,晚了,魔滚活了无数年, 老奸巨华,留在身边,迟早都是一个祸害, 将其斩杀,用于提升天无仓修为,最适合不过, 如今魔族群龙无首,仅靠被私益人, 无法镇压魔族各大部落,只要天无仓统治了魔族, 对柳无邪来说,绝对势力大于弊, 裁决剑以一往无前的态势, 轰然斩下,没等魔滚做出反应, 见势已将它淹没,柳无邪第一次对战恋神四境出席, 不敢有一丝怠慢,从一开始,就出尽全力, 崩,魔滚的身体四分五裂,化为无数黑物, 吞天神顶记出,将所有魔物, 还有魔骨通通吸收进来,斩杀魔滚后, 柳无邪吐出一口浊气,身体一晃, 朝贝斯部落掠去,斩查之后, 站在贝斯部落外面,此刻贝斯部落周边, 聚集树枝不尽的魔族, 擅闯部落者,杀无射, 镇守部落的那些魔族高手, 拦住了柳无邪的去路, 不让他进入贝斯部落, 让他进来,没等柳无邪开口, 贝斯摩地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那些魔族高手只能腾出一条道路, 让柳无邪进去, 穿过部落,柳无邪抵达贝斯部落大殿, 里面装饰的比较女性化, 跟其他九尊魔滴部落, 有很大的区别, 天无苍怎么样了, 柳无邪踏入大殿后, 木帮落在天无苍的身体上, 贝斯摩地坐在一旁, 看来贝斯摩地已经为天无苍聊过伤了, 没有什么大碍了, 休息几日便好, 贝斯摩地看向柳无邪的眼神, 充满着复杂, 眼前这的男人, 杀光了魔族高层, 身为摩地, 里应战出来跟柳无邪同归于境, 而柳无邪所做的这一切, 只为拯救天无苍, 天无苍是他从凡界挑选上来的苗子, 当成了义子看待, 亲眼目睹天无苍被魔滚控制, 他心里同样不好受, 但又能做什么, 他不过恋神二镜, 根本不是魔滚的对手, 翁, 柳无邪打出一道手印, 一道黑气钻入天无苍的体内, 魔滚已经被他炼化, 这是魔滚体内的精华, 注入到天无苍体内, 绝对能帮助他提升到恋神三镜, 以恋神三镜手段, 控制整个魔族, 不在话下, 得到魔滚精华滋养, 天无苍体内伤势,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修复, 等了约莫斩查时间, 天无苍悠悠悠醒来, 睁开眼的那一刻, 正好看到了贝斯, 贝斯大人, 天无苍挣扎着身体想要坐起来, 你身体刚恢复, 需要静养几天, 贝斯摩帝示意天无苍不要开口说话, 天无苍挣扎了转过身体, 目光落在柳无邪身上, 不屑, 天无苍只说了两个字, 随后闭上了眼睛, 他跟柳无邪之间的关系, 说不清, 道不明, 说是兄弟, 但种族之间的恩怨, 让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朋友, 说是敌人, 柳无邪不惜亿万里, 也要前来营救, 好好休息, 柳无邪说完, 目光开了一眼贝斯摩帝, 随后转身朝大殿外面走去, 贝斯摩帝跟着站起来, 随后踏出大殿, 魔族如今一盘散沙, 我希望你能扶持天无苍成为新一代魔帝, 一统魔界, 柳无邪没有任何拐弯抹角, 说出自己接下来的安排, 他留下贝斯, 其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天无苍, 重整魔族, 你早有这个计划了吧, 贝斯摩帝看了一眼柳无邪, 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复杂之色, 柳无邪点了点头, 并未否认, 他的确很早就有这个计划了, 他做事不像是崔家, 靠武力征伐其他未面, 最好的办法, 扶持自己的人, 永远听从自己的号令, 无极大世界虽然不归天道会管辖, 但只要柳无邪一句话, 无极大世界会无条件服从, 魔族以后亦是如此, 你放心吧, 就算你不说, 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魔族经不起折腾了, 贝斯摩帝见柳无邪不说话, 继续开口道, 告辞, 得到贝斯摩帝的承诺, 柳无邪回头看了一眼大殿, 朝苍穹掠去, 魔族事情结束, 没有必要继续在这里逗留了, 离开魔界后, 柳无邪放慢了速度, 仙朝爆发彻底结束, 天欲喷射下来的物质, 让许多枯竭的星球, 重新焕发生机, 一些较大的星球上, 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穿梭浩瀚的宇宙, 一日之后, 柳无邪返回仙界, 并未返回天道会, 而是朝无望海方向赶去, 以免惹人注意, 柳无邪戴上了哑, 化为一名书生, 路过一座村庄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村庄里面, 散发出浓烈的腥臭之气, 奇怪, 腥臭之气从什么地方渗透出来的? 身体一晃, 出现在村庄街道上, 村庄静悄悄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仙界如今一派祥和, 连争斗的事情, 都少了很多, 存活下来的宗门, 跟天道会多少都有些关系, 私底下不可能相互争斗, 即出鬼谋, 朝四周看去, 穿过一座坐石壁的时候, 从其中一座石壁中, 看到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已经死去多日, 出现严重腐烂现象, 一个剑步, 将巨石劈开, 卡在缝隙中的那具尸体终于露出来, 捂住口鼻, 朝尸体走过去, 只见尸体的头顶上, 出现一个顽口大的洞, 炼金门, 看到大洞的那一刻, 流无血眼眸中流露出森寒的杀意, 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炼金门余孽, 在赤月城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炼金门, 对他冲击非常之大, 硬生生将活人元神抽出来, 强行灌注一些东西, 从而达到控制活人肉身的目的, 后来金氏皇朝, 炼金门攜带无数傀儡, 席卷天下, 欲要一统仙界, 幸好元少及时赶到, 柳无血元神才能第一时间回归本体, 击溃了炼金门, 后来炼金门老祖逃走, 其他炼金门成员尽数辅助, 自那之后, 炼金门老祖仿佛人间蒸发了, 柳无血派人调查过很多次, 一直没有什么线索, 没想到炼金门老祖, 过到了如此偏远之地, 专挑那些普通的修士下手, 寄出鬼谋, 朝四周看去, 寻找炼金门残留下来的线索, 炼金门一日不除, 仙界一天不得安宁, 因为尸体死去多日, 残留的气息, 早已消失, 无果后, 柳无邪决定朝更远的地方搜寻, 炼金门不敢明目张胆地出现, 必定藏于什么险山恶水之中, 身体略到空中, 方圆几十万里, 净收眼底, 逐一排除, 最终锁定了三个区域, 一处沼泽灵, 一处荒芜的沙丘, 一处废弃的城池, 不出意外, 炼金门剩余残涅, 必定藏身此地, 柳无邪纵身一跃, 朝最近的废弃城池掠去, 时间紧急, 他要尽快将炼金门铲除掉, 顶刻之间, 飞行数万里, 盘旋在废弃大城上空, 这座城池当年非常繁华, 因为海水倒灌, 导致大量修饰迁移, 整个无望海区域, 只有无望城完好地保存下来, 神室瞬间覆盖了整座城池, 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搜查了半天, 并无炼金门残留的气息, 只要炼金门还在此地, 凭借柳无邪的神室跟精神力, 就算是藏于地下世界, 也能将这群臭虫挖出来, 既然不在城池, 柳无邪朝下一个驱赶去, 一炷香之后, 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沙丘, 海水退去之后, 曾经的平原高山, 堆满着沙粒, 长年累月之下, 这些沙粒形成了沙丘, 高低不平, 有些地方沙粒形成了沙风, 有些地方则是凹进去的, 形成了巢穴, 尾谋配合天罚之眼, 层层渗透, 地下深处, 都在柳无邪感知之中, 依旧没有炼金门的线索, 难道我判断失误了, 炼金门也许只是路过此地, 杀光了村庄的人, 早就逃之夭夭了, 柳无邪皱了皱眉头, 暗暗说道, 附近除了那片沼泽灵, 想不到还有其他区域能葬人了, 身体一晃, 朝更远的沼泽灵略去, 小半个时辰后, 一大片沼泽灵出现在柳无邪视野当中, 浓重的毒物, 将方圆几万米覆盖, 常然无法进入其中, 沼泽灵中除了毒气之外, 最多的是那些毒虫怪兽, 稍有不慎, 就会死于它们之口, 以柳无邪现在的修为, 不论是毒气, 还是毒虫怪兽, 对它基本很难形成威胁了, 身体从空中落下, 进入沼泽灵之中, 地面上到处都是冒着白色 气泡的泥浆, 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柳无邪只好捂住了口鼻, 依旧是寄出鬼谋跟天乏之眼, 只要炼金门的人路过此地, 凭借两大神谋, 很快就能查到线索, 果然藏身此地, 柳无邪从一株枯萎的树木上, 发现一丝人类的气息, 极其的微弱, 顺着气息, 继续朝前掠去, 这股气息再次出现, 远处沼泽灵中, 坐着两名年轻男子, 正在大口喘息, 牢族怎么想的, 竟然让我们住在这种肮脏的地方, 左侧男子发出阵阵牢骚声, 沼泽灵里面暗无天日, 每天跟臭气打交道, 换做任何人, 都会崩溃, 先忍忍吧, 如今仙界已经没有了我们立足之地, 只有这种穷山恶水, 才能避开天道会的追查, 想死的话, 你就离开这里, 右侧男子倒是无所谓, 他相信迟早有一天, 炼金门会重现世间, 一统仙界, 左侧男子不再说话了, 两人休息好后, 继续朝沼泽灵深处掠去, 却不知, 刚才他们之间的谈话, 柳无邪听得一清二楚, 施展成风诀, 悄悄地跟上去, 越走越深, 四周视野渐渐暗下来, 天空上附着一层厚厚的毒云, 这天蔽日, 连飞行怪兽, 都无法潜入此地, 难怪天道会查不到炼金门的线索, 原来他们归作在此地, 前方不远处, 出现一座奇怪的建筑, 之所以说奇怪, 因为整座建筑, 竟然建造在尼坑之中, 只保留一个入口, 关键时刻, 可以将入口封上, 谁也不知道尼坑下面还藏着人, 两名男子抵达此地后, 四处张望了几眼, 确定四周没人后, 朝尼坑上面那座门户走去, 敲了敲门, 等了约莫数席左右, 门户自己打开, 两名男子一闪而逝, 消失在柳无邪面前, 今天我就让你们彻底葬身此地, 柳无邪从暗中走出来, 站在尼坑不远处, 手指一点, 恐怖的魔燕在空中燃烧, 搜, 魔燕一个蹦射, 轻松洞穿了尼坑上面的门户, 轰隆, 门户坍塌, 魔燕疯狂地涌入地下世界, 前后也就刹那间的功夫, 地下世界, 一阵阵惨呼声, 顺着门户渗透上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多火焰涌入进来, 因为炼金门刚开辟没多久, 地下世界并非想象的那么宽阔, 魔燕下去后, 瞬间将其填满, 除非从地下世界逃出来, 不然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被魔燕活活烧死, 魔燕的纯度, 越来越高, 纵然是一般的炼神境, 都抵挡不住, 何况是那些普通的修士, 砰, 门户后面, 传来砰的一声, 有人一脚将门户踹开, 浑身是火从地下世界冲出来, 到了地面上, 听命地打滚, 想要扑灭身上的魔燕, 不论他如何努力, 魔燕始终在燃烧, 最终这名男子, 活生生地被魔燕烧死, 身体化为一堆液体, 被吞天神鼎吞噬掉, 和人攻打此地,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地下世界传出, 随即, 一名老者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看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炼金门老祖身体一个哆嗦, 一脸惊恐的表情, 起初以为是某个修士闯入此壁, 才无比恼怒, 柳,柳无邪, 你,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炼金门老祖慌了, 关于柳无邪的事情, 他早有耳闻, 包括后面几场矿石大战, 他都收到消息了, 纵然是炼神四镜, 都不是他的对手, 自己哪里再敢去招惹柳无邪, 无奈之下, 才躲进此壁, 立下惨叫声还在继续, 除了炼金门老祖之外, 那些门徒, 尽数死亡, 你是自己解决, 还是我来动手, 柳无邪懒得跟他废话, 柳无邪,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炼金门老祖慌了, 他活了这么多年月, 距离自己的目标, 只有一步之遥, 结果因为柳无邪, 前功尽弃, 如今只想苟且偷生, 结果柳无邪还是不肯放过他, 是, 柳无邪点了点头, 炼金门绝对不能留, 一旦自己前往天狱, 以炼金门的手段, 不出几年, 就会发展壮大, 到时候将是仙界劫难, 趁着自己还在仙界, 将一切威胁, 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是你逼我的, 炼金门老祖眼眸中流露出星红之色, 整个面孔, 完全扭曲在一起, 应该是修炼了某种罕见的魔功, 让他变成如此模样, 话音一落, 一股诡异的毒气, 从炼金门老祖身后冒出, 紧接着, 两尊浑身长满绿毛的怪异傀儡, 从左右两侧, 朝柳无邪袭击而至, 这是什么傀儡, 要比今世皇朝剑道的傀儡, 还要强大得多, 柳无邪, 这是我炼制的千年僵尸傀儡, 浑身都是毒气, 肉身坚硬如铁, 纵然是炼神器, 都无法将其展开, 今日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杀了你, 炼金门老祖发出歇斯底里的嘶吼声, 半年前, 他潜伏这片沼泽灵, 偶然碰到了两具毒僵尸, 经过他七七四十九天炼制, 成功将他们炼制成傀儡, 柳无邪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他倒不是惧怕这绿毛僵尸傀儡, 主要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气体, 让他很不舒服, 千年为疆, 万年为魁, 这两头绿毛僵尸, 少说存在也有几百万年了, 一般的刀剑, 的确难以伤到他们, 更可怕的是, 这两头绿毛僵尸傀儡, 竟然能喷射毒气, 举起裁绝剑, 指向两头绿毛僵尸傀儡, 一般的炼神器无法将其撕开, 但裁绝剑绝对可以, 裁绝剑的品质, 具体达到什么程度, 柳无邪还不确定, 绝对是超越炼神器的存在, 以他现在的修为, 只能勉强驾驭裁绝剑, 远远达不到衬手的程度, 灵力的目光, 锁定两头绿毛僵尸傀儡, 斩, 冷烈无情的剑气, 封锁四周, 炼金门老祖虽然知道柳无邪强大, 却不知道, 柳无邪要比几个月前, 强大了何止一星半点, 当日对战异足的时候, 不过神谷出奇, 如今的他, 已经达到神谷六众, 战斗力早已经飞袭比, 面对炼神四镜出奇, 也照杀不悟, 当柳无邪裁决剑剑斩下的那一刻, 炼金门老祖眼眸陡然一变, 迅速出手, 配合两头绿毛怪江, 一起对付柳无邪, 垃圾一样的东西, 给我滚出去, 一会再收拾你, 柳无邪一挥手, 强横的金氏神拳, 将炼金门老祖先飞, 直接砸进一株枯萎的大树里面,